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要不懂 你在做一件特别的事 你这个动作就是一个特别的动作 它就跟你的生活里面其他的动作分家了 要不懂 就好像你今天要去面试的话 你去面试我今天要去面试的 所以走进去 坐下来 讲话的方式都跟你平常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特别做一件事情 晓得吗 那就不自然了 你就会绑住了 我们知道 比如说你蹲起马步 我们知道起马步怎么蹲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起马步怎么蹲了 当我在练的时候 我就是下来就好了 你不要想我在蹲起马步 你们散步 我说所谓散步的练拳也是这个样子 练拳是练拳啊 在练规矩的时候练规矩 可是规矩知道了以后 就不要认为它是一件特别的事情 你练拳不要说我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一特别就死掉了 一特别就不自然了 是不是 一特别就不会放松了嘛 今天要上台演讲 如果今天要去演讲 上台那个讲话的方式什么都不一样啦 就是这样子 练拳这个要破掉 所以老师这一次是我们就是练错误以后 就要这样子练 所以不要分出跟以外的成果 就是你平常怎么做嘛 我平平常做就是做嘛 你不会说我现在要做 然后我要 没有嘛 但是这样子练会 注意不到很多地方 我们练拳的时候要注意到 你注意到的时候就注意了 你开始练的时候不是怎么样做 你都注意了吗 对对对 这个知道了以后 就不要了 这样不懂 当你自然的做的时候 你觉得不对 你再回回来 再刻刻意的修 修了以后再回回来 再当作玩 一手一紧这样的标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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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步这样 跑到一个新的自然 对 你不能 你不能一直都是这样 这样子嘛 嗯 你不能一直都这样子啊 你练拳不能一直都是 这样这样子啊 嗯 嗯 这样不懂 知道这个手应该怎么走了以后 就让他走啊 就是随便 就是走 就是走 不要去想我要发什么劲啊 我要打什么 我这个怎么用啊 完了 死掉 死掉 这样不懂 这样不懂 那你走路 你知道怎么走的吗 你就是走走的吧 小孩子你知道怎么跳 他就是跳啊 他不会想啊 没有目的性 没有目的性 没有刻刻意 这样不懂 有 有 好 要 要这样子 要这样子做 嗯 哦 有 好 好 上